大家看到到了籃球比赛 现在热点可不是在一线城市的CBA 而是在贵州的台盘乡 由村民举办的村BA 篮球赛今年是176支队伍 全部都是由村民来参加 凭着热血直播创下超过一亿人次的观看 还有火热程度连超前了NBA前球星姚明 都逗居地表示 我能够抢到票吗 随着哨声响起 野兽般的吼叫声响彻元宵 密密麻麻的人群围着球场 不过这里可不是美国NBA 也不是大陆顶级CBA 而是贵州台盘乡 由村民自主的村BA 直播人数创下1亿 对比赛尔提克和公路队系列赛第七战 当时平均收市也才955.9万人 这个没有电子计分板 没有商业广告 没有火辣 啦啦队队伍驻站 连奖品都只有一只黄牛的村BA 到底有何魅力 让前NBA球星姚明都表示肯定 场面上来看一条篮球 我不确定我能够拿到票 但如果有机会的话 非常希望去现场 体会这么热烈的系 村BA啦啦队穿上传统服饰 替从早打到晚的球员打击 因为队伍总共176只24个小时 根本打不够 甚至在当地打出铁料文化 看着爆满的球场 民众甚至水都不敢喝一口 因为一起身 想都别想再寄进球场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更是分别在各自的社交账号上 为村BA手动发文点赞 不知大陆外交战狼 赵立坚和秦刚骄傲转发 人民日报 新华社和央视都大篇幅报道 可见看似草根的村BA联赛 已经在大陆掀起一阵热潮 有民众更逗趣表示 现在大陆最接近NBA的 可不是顶级CBA 而是在大陆贵州的村BA 记者综合报道 福岛水族馆当中出现了新品种虾子 因为外观长得太像鲑鱼寿司了 让不少网友笑称说看起来好饿哦 觉得很像的在聊天室帮我打加一好吗 来看到图片当中可以看到 这个新品种的虾子的外形啊 跟配色还有纹路都跟鲑鱼寿司超级像的 让它瞬间呢是在Twitter上爆红 而日本福岛水族馆是表示 这种外形独特的深海虾 是稀有的深海生物 在2017年在北海道的枝床附近 大约有800到1200公尺的深海当中发现的 当时没有任何关于这个深海虾的记录 判定呢是属于新物种 许多网友呢看到这个深海虾照片之后呢 也纷纷就留言了 乍看之下真的好像飘在水里的鲑鱼寿司 看了真的好饿哦 美国中医院议长裴洛西率团访问台湾 引发大陆不满 连日呢是在台湾周边军演 其中五枚飞弹更弱落日本专属的 经济海域 现在日本媒体更披露了 其实这是习近平亲自受益的 目的就是为了要警告日本 不要试图在台湾有事的时候介入 大陆解放军连日在台湾周边 大规模军演 五枚飞弹更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此强力谴责 日本媒体共同社报导其实这是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亲自做的决定 报道中指出解放军在规划围台演习时 曾向习近平提出两项方案 其中一案考虑到中日将在今年九月底 迎接建交五十周年 为了避免伤害双边关系 选择避开日本周遭海域 结果习近平选择了与日本经济海域重叠的方案 目的是为了警告岸田政府 不要试图在台湾有事时介入 而针对日本抗议非但落入日本经济海域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日两国在有关海域还没有化解 所以不存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说法 至于日方声称中国军队演兴活动 涉及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 中日在有关海域尚未化解 何来日本专属经济区一说 不过对大陆态度最为强硬的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因为与同一交友关联以及健康因素影响 在12号正式卸任 他在卸任典礼上还是强调 日本需要大幅提升防卫能力 安信夫不只点名要牵制大陆 也对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扩张表达担忧 他也表示为了预计在今年底修订的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希望大家团结一致 而新任防卫大臣冰田静一 曾在2008年9月起 担任约一年的防卫大臣 7月底采与石破帽共同访台 并与总统蔡英文会面属于青台派 他对这次回国表示 为了因应日本周边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 必须强化防卫力的止汉量 除了在未来五年内提高国防能力之外 也会持续监视大陆的军事活动 并采取一切措施应对台海问题的发展 根据新华社引述了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 青海的玉树州杂多县附近 在今天下午4点20分发生大陆地震 分级是5点9级左右的地震 而且4分钟之后是发生了3点4节地震 震源深度是均为10公里左右 属于极浅层的地震 我们会随时的问影追踪报道 来相关细节但影之道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干旱洪灾 冰川融化持续恶化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 办公室又表示了 到2030年之前 全球每年可能会发生多达560起灾难 其中许多是跟天气有关 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生活在危险当中 在加州更有可能因为天灾成为内陆海 滚滚泥流本涌而下 根据科学先端期刊指出 加州大气有可能出现连续数周 因大气长河所产生的暴雨洪灾 损失恐怕高达一兆美元 芬兰科学期刊通讯地球与环境 则是指出 北极过去四十年来的暖化程度 比地球其他地区要快将近四倍 科学家警告 未来三十年内 不少冰川会因为不敌高温 土质变软 岩石松动 造成雪崩 冰川主要功能在于能反射太阳热能 帮助地球降温以及储存水源 随着冰川族一融化消失 生态将面临不可逆的灾害 山西近来出现暴雨灾 晴洪水灌入街道 大货车也难挡洪水 随波逐流 整座城市一片狼藉 在过去十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节节升高 联合国气候变迁问题小组十二号在报告中发表气候变迁警讯表示在未来十年应该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用量多重数少吃肉 否则地球恐将变成数百万人无法居住的地域 记者陈里森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nea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